第4431集 南宫雅琴听的那些夸奖叶臣的话 笑得合不拢嘴 简直比自己受到肯定还开心 不过战斗结束之后 从狂热状态恢复过来的叶臣 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她的确是施展了玄尊之门 爆发出了震天汉地的威力 但这等攻势却无法让虚空巨兽狼狈而逃 而在此过程中 南宫雯天好几次出手相助 看似是在辅助她 但每一次之后 叶臣便从玄尊之门上 吸收了源源不断的浩瀚力量 要说这一切与南宫雯天无关 打死她都不信 战争结束之后 南宫雯天并没有返回此处 而是直接回到了祖地 闭关修炼 叶臣本想恢复伤势 但转念一想 她不能过多地逗留 伤势让她自愈变好 她决定前往祖地 询问一番 征得了大长老 与南宫雅晴的同意之后 她独自一人 前往长生岛的后山深处 那里风景秀丽 群山重叠 更是有平静的河流 缓缓流淌 宛若一幅 世外桃源 丝毫没有受到 外界战争的影响 永恒神殿的祖地 自称一方世界 以往卸任隐退的店主 或者是长老 皆在此处修养修炼 叶臣手持一块令牌 踏入了一座山脉的地界 在那儿有苍脆的古林 悠悠缠鸣 轻轻回荡 她穿过一片丛林 见到一座 于山地平坡上的竹林 在那竹林当中 有一座小屋 门前摆放着 数张桌子与椅子 而南宫问天 一袭白袍 坐在那儿 正在端杯饮酒 自饮自珍 她似乎早就在此等待 你的伤势不要紧吧 算了 你自己应该有数 坐吧 这山林小酒 可是由纯粹的山泉 酿制而成 再配上那边摘下来的果子 味道醇厚 浓而不腻 你尝尝 南宫问天 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云淡风轻 她袖袍一选 那杯澄澈的果酒 便凌空飞到夜晨的面前 夜晨也不扭捏 接过来品尝了一口 小酒入侯 更是有着一阵温润的力量 顺着酒流入她的体内 滋养五脏六腑 在血脉之中穿行 润物细无声 甚至让她的反噬和伤势 都缓解了几分 确实不错 天地之间任何事物 大道至简 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这杯没有掺杂任何 反复做法的果酒 刚好体现了这一点 最原始的也最纯真 夜晨放下酒杯 抬头望去 却发现自己有些 看不透南宫问天了 她出来此处 破解见证之后 南宫问天展现出了野心 想以她为棋子 获取更多的利益 那时夜晨觉得 南宫问天生性狡诈 不可深交 但是现在的南宫问天 却犹如超人事外的高人 没有了那般世俗的 勾心斗角和欲望 到底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她呢 南宫问天 仿佛看破夜晨心中所想 她淡然一笑 接着说道 轮回之主 你心中的疑惑 我都会一一解答 但你放心 我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恶意 她这话一出 夜晨心中顿时 翻起了惊涛骇浪 原来南宫问天 早就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不用惊慌 其实在你破解见证之时 我并未发现你的身份 只是在后来的永恒大典 我当时施展一念永恒 有一缕天道的意念 助我突破 刚开始 我以为是气运来临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 是你的一缕剑道之力 直到后来我重伤闭关 查看体内情况 才发现 是你那一缕轮回的力量 护住了我的本源 才让我没有被永恒之神 真正伤到 我也由此才发现了 你的真正身份 夜晨回忆起当时那一幕 自己身上确实是分出了一缕神念 汇聚到南宫问天身上 不过他确实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丝力量 竟然是帮助南宫问天 领悟一念永恒的关键 等等 夜晨发现了一个问题 顿时恍然一惊 南宫店主 你的意思是说 你重伤未遇的消息是假的 南宫问天 含笑点头道 对 之前我的伤已经完全恢复 至此 夜晨有些恍惚 他想不明白南宫问天 既然已经痊愈 为何不一开始 就出手遏制永恒魔族 或者说直接展露实力 留下药液和一众永恒魔族的高层 可为什么最后却偏偏放走了他们呢 凭借南宫问天的实力 若是真正出手 永恒魔族的人 恐怕一个都走不了 在他们袭击长生岛之前 我就已经窥探到了因果 南宫问天说道 你那一缕轮回的力量 护住了我 让我免遭永恒之神的指示 这是因 而我在冥冥之中顺应天道 见到了玄尊之门 而他的持有者就是你 那时我便知晓 你与玄尊之门有着化不开的果 后来我便顺应天道 而为在你接管玄尊之门后 暗中助你一臂之力 现在看来天道的因果并非为假 你竟然真的能发挥出玄尊之门的真正威力 天赋可见一般呢 南宫问天乃是天军级别的强者 他所说的话涉及到了天道因果 绝不可能为假 看来叶尘所感应到的 与玄尊之门的联系 并非为虚假 也不是突如其来 不过一马归一马 若不是有南宫问天 假意不敌 然后再暗中协助 恐怕叶尘也无法 单凭玄尊之门的力量 击退永恒魔族 你不用感谢我 除了顺应天道因果之外 我更想帮助神殿击退强敌 只不过这世间哪有万全之法 有斗争便会有牺牲 我不过是舍小取大而已 南宫问天的语气中略有唏嘘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然后他手掌一翻 一枚古朴的令牌赫然浮现其上 雕刻着玄尊之门的印记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 玄尊之门就已经是我 永恒神殿的镇宗之宝 现在与你有缘 我便将它赠予你 希望你好好珍惜这段因果 叶尘接过他手中的玄尊之令 神色也变得郑重起来 多年以来 玄尊之门不仅仅是一门古老的神器 而是变成了一个宗派的底蕴与传承 叶尘接过的是众生之力 而不是无主之物 另外 我可否向你要一诺 南宫问天 突然间开口问道 目光紧盯着叶尘 炯炯有神 叶尘眸子一宁 点了点头 以后要是我女儿有难 你要助她一臂之力 南宫问天 此时的神色也变得肃穆 她端正身子 那般姿态 是在与叶尘说一件无比庄重的大事 叶尘自然也明白她的心思 南宫问天话中并没有提及到永恒神殿 而是南宫亚晴 当然有所考虑 叶尘与永恒神殿并没有多少渊源 对于歧视死是亡 说到底她不在乎 也不必在乎 而且这种承诺 也不一定会被天道承认 索性懒得提起 但是牵扯到南宫亚晴 那就不同了 叶尘与南宫亚晴 至少有一纸明面上的婚约 而且这破阵招亲 也是为众人所熟知的 不管叶尘是有意还是无意 祸调此阵 便是她南宫问天选中的女婿 即便是叶尘本人 也无法反驳 将来南宫亚晴接管永恒神殿 便与其有了联系 叶尘帮她 也是在帮永恒神殿 这等理由不必纳入 天道誓言的范围内 但日后叶尘必定无法推脱 自从知道叶尘是轮回之主 转世以后 南宫问天便在悄悄做此打算 天地浩劫终将来临 近些年来永恒虚空的 动荡是越发明显 不一定能继续地撑下去 如若永恒虚空的 种种虚空陷阱被迫 那这片土地便会暴露在 诸天万界面前 到时候还不知道 会有多少凶险为难 因而她现在便要未雨筹谋 替女儿做好打算 找一个未来有几率 登上天地之巅的强者 作为靠山 关于外界的一些传言 她也有所听说 叶尘树下的敌人数不胜数 强如万须老祖 也就是传说中的羽黄古地 是叶尘最终要跨过的 那座巅峰之山 旧日盟的掌门人魔祖无天 也曾经与叶尘爆发过 激烈的战斗 太上世界的第一女魔头 太上天女 曾经也与轮回之主 产生过纠葛 叶尘要面对的 几乎是诸天万界 最强大的几股势力 不过叶尘却不是 没有任何反击之力 他身后站着 当时排名前四的人非凡 这一座大靠山 足够替他拦下所有 而且据闻 轮回之主能够一路成长至今 乃是有大气运傍身 为应运天地而出现的主宰 南宫问天 当然承认 有赌的成分 但世间万物 诸天轮回 不都是一场赌注吗 叶尘当然也想到了这些 不过 他这要求来得突然 他不可能像南宫问天那样 站在永恒神殿的角度去掂量 好 我答应你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绝不会让南宫雅琴 受到任何致命伤害 叶尘应允下来 南宫问天这才点了点头 放心闭关 接下来他要冲击一念永恒的更高境界 以求未来天地巨变时 永恒神殿能有自保之力 叶尘从他那里拿到了玄尊之门的令牌 拥有这枚令牌之后 他便能完完全全 掌握玄尊之门的力量 南宫问天此举 等于送给他一样大机缘 他来到祖地外面 一道流光自天际 远处飞来 那竟然是玄尊之门 叶尘将自己的灵魂烙印 刻在了玄尊之门上 心念微微一动 至尊之门 顿时就缓缓地落了下来 化为八丈大小 极其袖珍 这玄尊之门 与其他的宝物有些不同 其没有认主的功能 叶尘专门寻了一处僻静的场所 在洞府内闭关尝试着 练化玄尊之门